針對高壓跟特高壓的產業用電的部分 那調漲電價15% 前進部電價審議會拍板電價調漲方案 平均漲幅8.4% 其中高壓特高壓產業用電漲幅15% 大大超出業界預期 畢竟調無多少都跟未來燃料價格有關係 那這價格事實上現在還是 其實沒有非常清楚 雖然6月的起伏破洞 比3年的時候來的平穩 產業電費動漲多年 延宕到今年實在撐不住 台電換算今年燃料供應成本 會比去年增加3000億元 迫不得已針對用電大戶大漲一波 外界關切是否影響產業界反彈 我們也跟台電跟中油非常擔心 他們撐不下去 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我有個建議說 可不可以反正是大家買單 那是不是要成立一個平准基金 產業用電一口氣調漲15% 讓不少企業坦炎在一樓之外 中綱表示去年總用電量約50億度 這回電費調漲15% 初步估算每年約增加8億成本 會持續落實節約能源工作 包括使用高效率設備 執行節能方案等等 降低公司營運成本 而企業龍頭台積電也表示 會積極落實節能減碳 定定全球營運100% 使用再生能源的長期目標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而公共運輸用電成本也勢必加重 7月1號費率起漲後 電力成本是否牽連票價跟漲 台鐵高鐵都回應維持不變 電價費率也考量 民生物價穩定性 住宅用電1000度以下 小商店跟低壓用電 還有高壓六大產業別 包括漁農食品百貨 餐飲電影院健身房 以及高中以下學校都不調整 判能以最低影響限度 降低台電虧損 三輪新闻檢疫力 可不可以是台北財富報道